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以前在公司他带我嘛 我就过来叫师父 你怎么哭了呀 我听他说我那些坏话 说你坏话 我觉得我是清白的 他说升职的事 说是我做的手脚 但是我根本没做那些 我私底下跟他解释 张晨 张晨 你能不能说点真话 你今天都来这儿了 我怎么没说真话 我说的全都是真话 但我问你庞博那事 你就敢说 不是你做的 那天你把资料给完我之后 我直接就交给咱们王总了 庞博那个资料 只经过咱们三个人的手 但是你当我帮你 拆开那个文件了吗 我怎么知道里面 到底有什么 是一份还两份还谁的 我怎么知道啊 是你自己心里不清楚 你到底做什么了呀 你现在还诬赖上我了你 我没诬赖你 咱们同事都说了 你从我办公室 神色慌张地走出去 你没干坏事 你慌张什么呀 你慌张 龚倩姐我哪次从你办公室出来 不是神色慌张 你工作上天天对我直手画脚的 我都害怕死了 我能不慌张吗 我 不是你咋这么能装的 我这样对过你吗 做了没做过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不用在这当大人 怕装好人 你说你的眼泪怎么没了 装了呗 装了呗 我被他气都给气没了 我还哭什么呀 我 我说你连装都不会装 你行吗 你装给我看看 你会装吗 你跟庞博什么关系 我和庞博哥 咱俩一直就出得挺好的呀 但是在公司里咱没有规定 没办法把这关系说那么明白 主持人问你的事 你跟庞博是不是对象俩 你这 你是直直压压的 你直直眼眼的说啥呢你 我和庞博哥 我觉得咱俩就是男女朋友 咱俩都那个过了 哪 哪个呀 哪个过了 咱俩一起单独吃过饭 单独看过电影 我拉他手了呢 人家还没承认你是他女朋友 你知道当时那屁家屁家 跑过来跟我说 庞博哥是我男朋友 那个你以后离他远 那个是他主动向我 让我跟你说的 我当时也说了 我说 龚茜姐 阿蕾你这么长时间了 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 我说给龚茜姐点面子 毕竟我是你的实习生 但是他就不听啊 非让我跟你说 我都拦不拦不住 你看你上来一个形象 这会儿又是一个形象 上来哭哭啼啼 你这会儿顾汗生姿 你让我问他 你让我问他 他平时就这样 然后现在又跟我这样 你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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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你来一个 你来一个把头发 打赞了 来一个 我告诉你张晨 我今天真的 我没准备给你把头抖这声 我们公司老总出差的时候 带干果回来 他拎过来说 姐那个老总给你带的干果 让你拿回家吃 结果辞职以后 我才知道 公司里头人还骂我呢 说我自私 然后人情是啥 是老总发给大家吃的东西 他说让我拿回家吃 那也是别人跟我说的 我就转告你一声嘛 明显他就设了一个局 就让他的这个师傅 陷入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而且他一上台的时候 就哭哭啼啼 让大家都觉得 他好像是个受害者 但是他在跟他的师傅 对峙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了 他特别的伶牙俐齿啊 你们俩不要把人家想那么复杂 他就是这么复杂 不是我想的那么复杂 你想一下 人家说你装 你就说对对对 我就是装 有人会这样做吗 当然没有了 我看着他就是满眼的复杂 从头到尾 大家观众都是眼睁睁看着的 对不对 咱别急着分析 人家说他都有心机 他装 你怎么知道他有装 他穿这身衣服 他就觉得美 你做不出来 所以你认为凡是这样 婀娜多姿 就是一种装 志明姐 你真的是在想词多理 我们根本的问题就是说 到底是谁在说谎 有一句话叫愿赌服输 有本是你比他心机还强 而且你用正能量的心机 你比他厉害 那所有人都会给你掌声 一个女人有心 和有心计 是两回事 一个有心的女人 她可以去撒娇 她可以带来人温暖 她所有使用的这种 所谓的计刺 不伤害别人 这叫有心 有心计 是处处与人为难 来牺牲别人的利益 来成全自己 这叫有心机 至于他有没有心机 我们说 你太没心没非 知道吧 所以你也别插这个腰了 是吧 该怎么女人就怎么女人 不是 但是我三十年 我也不回忆 他这样 你三十了 你看 让他说自己的真实年龄 他打死都不会说 这叫有心机吗 这叫有心 是 龚信姐 你是都三十多岁 该结婚都该生孩子 连个对象都没有 我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 你也不单纯 你是想跟我庞博哥表白 谁要提庞博了 那你俩都认识三年了 三年 一点大约都没有 这叫庞博的事 庞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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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博要是来了 可不可以让他汹涌 庞博一下吧 我是等不及了 这个庞博 请庞博吧 看到来不来 好不好 你们谁去啊 我去 平安的女生 我去 喂 我现在可是提醒你 今天是你来告白的 他想那儿去了 我都看不过去了 下来 来吧 今天是人家先到这个舞台来的 咱们有点礼貌 是不是 不是你来告白 你是被告白的姑娘 回来吧 虽然你很淑女 但你没有淑女的礼让啊 要有一个礼让啊 再怎么样是你的上司 不管他是不是你的情敌 至少在工作当中照顾过你 十岁数比我大 我得尽重他点 行了 好 接下来我问你几个问题 庞博今天要是没来 你们俩还会纠缠下去 我相信他会来的 如果不来 你们俩还纠缠下去 我必须让他给我一个公道 他凭什么就这样冤枉 我多冤呀 你这个女人 看上去爷们大气 但其实你该大气的地方一点都不大气 你作为她的主管 三十 人生阅历 社会阅历 工作阅历都比她高得多 你竟然在这儿跟她因为那家小气度长的事 在这儿纠缠半天 而在生活当中真正应该迈开步子去追求自己所爱 你却做不到 你也挺小气 所以我告诉你 彭博不管来或者是不来 你在生活当中都要勇敢地去争 那我要跟他说了 他离开我咋办 那我俩不是连朋友都做不了吗 你现在不就离开了吗 你现在不就连朋友都做不了吗 所以我是不是着急 所以吗 做人应该什么 不要假大气 该像女人的时候小气 还是得小气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看看彭博会不会来到现场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恩节 副主管龚献与实习生施陈 两个女人的硝烟中 燃烧的是职场的竞争 更有对彭博的爱情 为了冷静面对二人 彭博来到现场后 却选择在第二现场进关 那么 在办公室升职迷剧中 意外落选的庞博 为何会来到现场 这场办公室升职迷剧 到底是拱陷的猜疑 还是师臣的精心安排 而当事情真相浮出水面后 庞博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主持人 主持人好 庞博哥 你贵姓啊 我就是庞博 站在两个女人中间什么感受 我觉得这两个女人都是我工作上的同事 也是我的好朋友 这里没有你习惯的人 不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挺好的 你之前都一起陪我单独看过电影 一起吃过饭 我拉你手上你不也没拒绝吗 你心里就没有我吗 可是咱们两个并没有在一块 你干嘛一上来就这么说呀 你让我面子往哪搁呀 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吗 我今天之所以来到这个舞台 我之所以站到这里 我就是想弄明白这个事 我就是希望可以从他们嘴中 听到一个我想要的答案 我不想一直被蒙在鼓里 好 你想知道这个答案 想听到他们亲口诉说 我可以理解 但作为一个男人 尤其是一个有一定工作阅历的男人 你内心没有真正的判断吗 有 有是吧 对 接下来我希望在告白的过程当中 该说话说话 不要吵架 来站这 你站这 爱情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争是争不来的 要靠自己努力 接下来是拱茜的告白时间 世辰 今天来 我发现你 跟以前我认识那个世辰不一样了 我不知道你心里有什么话 但我知道你肯定想说出来 我是有没有话没跟你说 既然我都来这了 我站在你身边了 我觉得你有话你就说出来好吗 别怕 我在这呢 旁白哥 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 其实你知道我今天来主要目的 我就是想弄明白升职那件事 我只是想来 想问你一句话 那件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旁白那个资料只经过咱们三个人的手 旁白他自己不可能害他自己吧 我更是我心里做没做的事 我心里清楚得很 然后这不是你做的 你敢说吗 我并不是说来追究谁对谁错 我觉得在追究个人对错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只是想从你这儿得到一句答案 那件事是和我有点关系 但是 但是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人啊 我以为我俩就看待信心在一起了 我也没想伤害到你们谁 对 这件事我觉得其实责任在我 可能是我没有处理好咱们三个人的关系 或许如果没有我 你俩现在还是好同事 好姐们 我有些事处理的神经比较大条 我不像你们一样心思比较细腻 我给你们造成了一种错觉 唐伯 我今天就把话撂着 你就不跟我好 也不许跟他好 没有为什么 你听见没 你看他干嘛呀 不是 他就 他哪比我好了 是我试三十了 我是男人婆 但你 你不知道我呀 你就喜欢这样撒娇卖萌的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 我天天上午给你做文件 下午给你做文件 天天你加班到几点 我就加班到几点 我不就想陪着你吗 咱们每个礼拜五说好一起喝酒 之前再大的误会 再大的矛盾 你都去 你从来都没违约过 现在呢 你就因为这件事 你多长时间没去跟我一起喝酒了 你多长时间没理过我了 我去喝酒 我就对着一个空凳子 一个空杯子的说话 老板还问我 哎 庞博呢 庞博怎么没来呀 你要我说什么呀 我说庞博让车撞了 还让别的女人也骗跑了呀 你愁入你的衣服 是不是我帮你搭配的 你想要你的生活用品 是我帮你准备的 你没我你能过得好吗你 你要说你不喜欢我 你要不喜欢我的话 所有人都把我当男人 就你把我当女人 你问我累不累 饿没饿 想哭的时候就哭呗 憋着干嘛呀 来有我呢 这儿有我呢 这是什么你说的话 你就 你个大男人 你没有点辨别能力吗 谁对你好 你看不出来呀你 公欠 我谢谢你对我的肯定 我不知道你这段话 憋在心里多长时间了 从咱俩一起进公司到现在 一路走过来已经三年了 第三年 有哭过 有笑过 你对我的好 你对我做的每一件事 我都记在心里 我也不是一个石头 那我呢庞博哥 我在你去留一点位置也没有吗 他天天给你打文件 天天给你倒咖啡 我这天我就没做过吗 你怎么都不看你的眼里啊 世晨你冷静一下 你先 你听我说 我知道 你为我做了很多 我都看在眼里 虽然从进公司到现在 只有短短的三个月时间 可是你每天 在我进公司的时候 就把文件都把放在整整齐齐 放在那儿 你跟天天不一样 他每天给我放文件的时候 就是一摔 然后端个水也是 啪放桌子上 然后跟他一比我知道你可惜心了 然后你对我做这些我怎么都看不到呢 他那都是装的 你看不出来呀 我 我不是装的 我就是因为喜欢牛才给你做这些的 世晨 我希望你明白 咱们相处的时间 仅仅只有三个月 如果说你三个月 就像你说的那样 你很喜欢我 你牵了我的手 我就答应你在一起的 你就不觉得那样太随便 太唐突了吗 一直超过三个月就行了 不是 我 我没有那么 帮帮哥 我也不是随便的人啊 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 我干嘛把我自己往你身上贴 我干嘛飞机主动拉你的手啊 是谁啊 你心里有我 我很开心 但是 我希望你明白 很多事 不是你一厢情愿 这就能行的 我希望你知道 从你进公司到现在 我对你的照顾 我一直觉得是一个 大哥哥对妹妹一样的照顾 我不想当你的妹妹啊 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了 咱们之前没有在一起 现在也不会在一起 帮帮哥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我不是故意这样的 但是我看你俩天天在一起 我心里不好受 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咱们两个不可能在一起 我希望你明白 如果说是因为我拒绝那方面 我做得不好 我在这儿向你道歉 是神对不起 不怪你 真的不怪你 对不起 冯茜 我不知道那段话在你心里憋了多久 但是你对我说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动 你也知道 我从上一段感情走出来到现在 已经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 在这三年多里 我为什么没有去主动 去再找一份真的感情 我是希望你明白 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怕我会再伤害一个好姑娘 等我准备好了 我肯定会主动告诉你 可以吗 我的天哪 那孔倩 咱们走吧 你呀 穿这么高的高跟鞋 差点把我们的舞台做坏了 你嘴巴里面那么不屑的一个女汉子 一点女性魅力都没有 怎么今天就赢了你呢 我不应该花那么多不好的 什么不好的心思 就是他生旨的这个事 我不应该 我不应该做手脚 我不应该把文件给他拿出去 该花的心思还是要花的 比如说大学